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龍哥茵茵 我現在在網球場觀看比賽 因為我昨天打了三人賽 差一點得牌,所以 現在發表感想跟 感受讓以後想要 比如說有機會可以代表國家參賽的一些選手 做一些建議跟參考 昨天打完的時候其實我們差沒有很多,差60分 我們沒有贏了這次比賽 但是我們還有團體賽,所以 我在打最後一局的時候 其實就跟兩位隊友說 不管最後的結局是怎麼樣 我們都 打好每一球 讓這個氣勢延續到團體賽 不要因為了三人組的 失利而影響到團體賽 因為我們團體賽其實非常有機會 這次游入跟季分方式的問題 我們應該是五隊搶前三年 馬來西亞跟日本隊 還有韓國隊 然後在其中某一個國家吧 因為我們的平均戰力比較平均 其他國家可能就只有三個搶 其他三個不是非常的穩定 其實昨天 對我的表現 覺得還可以 還算正常 畢竟我有傷在身 我也覺得 還不錯 希望明天可以繼續保持 那今天是 女子的團體 因為團體 女子團體的那個對數更少 所以他們 多拍機會更大 應該是做二搶一吧 呵呵呵 有些人會覺得說 昨天好可惜 隊友打叉 然後導致那個 孩子不見了 但是其實 我想告訴各位 沒有人願意打叉 如果你一直想著別人打叉 那就代表你不夠強 所以別人問我說 為什麼沒得 我說沒有 我沒有把分數再打更高 打更高的話 因為對那個氣勢一起來 隊友會更輕鬆 所以這個整體性的 因為團體戰就是這樣 你在打比賽的時候 你要這個心態才對 你試著去做完 有個前輩告訴我這個道理之後 我就試著去做 發現大賽更輕鬆 而且大賽什麼都不會緊張 因為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我是大家一起 所以那個力量會更大 就是大概是這種感覺 跟一些想法 所以請大家為我們加油 明天團體戰會拿出很好的表現 讓大家感動 然後為台灣的保齡球界 做一些貢獻 謝謝 掰掰